被问到战狼辱骂特鲁多一事 赵立坚装疯卖傻 力挺新疆的法国记者找到了 真相原来如此 铁杆语出惊人 川普8月重返白宫 美学签申请积押数十万 中国留学生金秋反美男 大家好 今天是美期时间4月3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读报 我是Terry 中共驻巴西李约热内卢 总领事李扬近日发推文 公开辱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令西方舆论界一片哗然 日前 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西方媒体记者要求 中共发言人赵立坚 对李扬所骂的走狗一词 做出解释 赵立坚现场装疯卖傻尴尬收场 4月2日 有西方媒体记者要求赵立坚 先就李扬辱骂特鲁多做出解释的视频 在推特上曝光 引发众多网友的围观与热议 视频显示 在记者会现场有讲英语的记者 先完整复述了 李扬在推特上不入流的原话后 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 现在中共外交部接受的做法 是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称为小子 第二 在加拿大可能有人不懂Running Dog这个词 你能解释什么在跑吗 狗的意思又是什么 视频显示 在这位记者提问的过程中 赵立坚毫无表情 低头随意翻弄着手上的资料 时不时抬头茫然的张望一下 当记者提问完毕后 赵立坚装风卖傻的沉默了几秒钟 才草草回应道 你说的是他个人的推特吧 我们一般不对相关内容做出评价 在月28日 身为中共外交官的李扬 公然不顾基本的外交礼节 辱骂他国领袖 此举遭到西方各民主国家的一致谴责 如今 当西方媒体记者要求赵立坚 对李扬不入流的言论做出解释 赵立坚又企图装风卖傻糊弄过去 没有半点要反省认错的意思 再度招来众多海外华人网友的声讨 李扬事件发生后 加拿大公民力量促进会主席王禄 曾公开呼吁沃泰华要表态抗议 他直言 现在这种战狼真是给我们丢脸 全世界华人都感到难堪 难为我们在这生活的华人 王禄还嘲讽道 看看李扬所用形容词 就知道中共的外交礼仪课 是何种程度了 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 联合创办人林文 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现在中共外交官频频演出战狼秀 说白了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尽情的表演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定是中南海高层的指示 搞不好谁骂得凶 演得好 谁就能升官封赏 曾投稿中共官媒挺新疆的法国独立记者 日前被质疑并不存在 非加洛报3日终于找到文章作者本人 为官媒央视法语台前主播 在随后的专访中 这名话为 波梦作者坦言 尽管不否认文章 但对标题 我的心将停止假新闻专横 感到后悔 更坦诚 自己的立场站不住脚 报道分析指出 引用西方人士个人见闻 是中共新的宣传手法 法国世界报3月31日揭露 曾在官媒中共环球电视网网站发表 我的心将停止假新闻专横一文的 独立记者播梦并不存在 引发渲染大波 非加洛报记者寻线追踪 3日刊报报道确实有其人 并与这位记者进行独家专访 非加洛报在报道中指出 这位一度被质疑为机器人的记者确实存在 是住在法国西部萨特省 40岁出头的法国女性 这位拒绝透露真实身份的撰稿人表示 那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是我写的 然后向CGTN投稿 她向非加洛报坦言 她曾是央视法语台主播 2011年到2017年住在北京 她表示利用化名是为了保护身份 因为自己在法国有好几个工作 而和CGTN的合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 波梦在电话专访中 称她的确曾在巴黎四大 修读艺术史与新闻 并且也曾在一些报社做过实习 但她不愿意透露媒体名称 波梦还坦言 尽管不否认文章 但对标题 我的心将停止假新闻专横 感到后悔 报道指出 这位女士当时丈夫来自乌鲁木齐 她承认并没有进行新闻调查 只是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 然而这个见闻就被CGTN拿来当作 回应西方指控的报道 如今深陷媒体风暴中的CGTN特约作家波梦 还向费加洛报坦承自己的立场站不住脚 并要求匿名 怕被人视为被中共收买的可怜女孩 费加洛报写道 她的文章展示了中共政权 在全球推展宣传战役中的新影响力策略 透过这些自称是西方所谓专业记者或资深研究员的见证 企图抵抗国际对新疆教化政策的指控 而这个被美国国务院谴责为种族灭绝的政策 已导致上百万穆斯林遭监禁 美国企业我的枕头总裁林德尔近日语出惊人 她4月1日在接受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的采访时预测说 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今年8月重返白宫 据报道 林德尔当天在班农主持的播客节目中表示 她已经收集了大量新的2020年大选相关证据 完全可以证实川普赢得了胜利 林德尔表示 我拥有的所有证据都将在美国最高法院被审阅 甚至可能影响到2020年的大选结果 她还预测 唐纳德·川普将在8月份回到白宫办公室 被人称为枕头哥的林德尔是川普总统的忠实支持者之一 今年2月 林德尔就推出一部选举相关的纪录片 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2020年大选中存在的各种形形色色 方方面面的不诚信乱象 今年3月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川普团队就选举提出的 十多项指控中的最后一项 然而林德尔没有放弃 林德尔近日告诉美媒新闻周刊 她已经雇用了两家公司 收集到了全新的材料 其中包括所有具有IP地址 计算机ID的网络足迹的证据 这些将证实在全美每个州不仅是摇摆州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事情 林德尔几天前还宣布 她将推出一个能承载超过10亿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站弗兰克 让保守派人士川普支持者可以自由地发声 此外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儿媳 白宫前高级顾问劳拉代表福克斯新闻网 在3月30日在Instagram上发布了自己对川普的最新采访 但随后这段视频被脸书删除 这段时长仅18分钟的采访中 川普总统抨击了乔·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做法 谈论他爬空军一号楼梯受阻 以及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总体表现不佳 当被问及支持者是否能对他再次参选抱有希望时 川普给出了如下回应 你们确实有希望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确实有希望 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这个国家我们都欠国家很多 但现在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国家 一个名叫NAFSA的组织近日表示 因为从去年2月新冠病毒爆发开始 美国代审的F2学生签证数量已积压了数十万之多 所以即使今年秋季美国大学恢复面对面授课 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也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学生签证 从而返美上课 今年3月 NAFSA启动了一项请愿活动 呼吁各界关注2021年至2022学年 中国留学生的F1签证危机 该组织中国部副主席安德鲁辰表示 目前美国驻北京上海和沈阳的领事馆 不提供F1学生签证的面试预约 而唯一提供预约的美国驻港州领事馆的最早预约排期 从8月12日才开始 这份请愿书中写道 美国对中国的F1学生签证服务已经关闭了超过13个月了 当中国留学生预约面试时 即使有时能够约上 后面也会被取消 因此 今年秋季中国留学生返美上学的希望渺茫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在其他官方网站上发声明说 目前他们只能在资源和当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处理紧急和关键的签证服务 而他们无法对于包括学签在内的常规移民和非移民的签证服务 提供具体恢复预约的日期 不过 美国教育理事会政府关系主管斯普雷策则表示 该理事会已经要求国土安全部采取行动 如果美国驻外国领事馆无法及时重新开放 应考虑取消对F1学生签证的面试要求 并优先处理学生签证申请 据美媒门户开放的统计 2020年2月至12月期间 一共只有43名中国人获得F1学生签证 另外因为疫情影响 目前至少有20万已就读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滞留中国 近期全美疫苗接种正在广泛开展中 很多大学有望在今年秋天恢复面对面授课 但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能回来上课 则是个未知数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